你查了这么久 查到他死心了吗 他的肠胃 食管 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腐蚀 从中毒时间来看 应该是七天前 我猜 他应该是为达山传越 吸出毒素的时候 自己也中了毒 只是没那么严重 也就是说 是慢性中毒 这也正常啊 表面上看 是这样 但奇怪的是 你们看那咽喉部位 有严重的疫情 这很明显是大剂量毒药造成的 我看中毒症状都差不多 症状差不多 但程度不同 我推测 他应该不是死于慢性中毒 而是二次服毒死亡 也就是说 是他自己服毒自尽的 他进警局的时候 应该被缩过身了吧 哪儿来的毒药啊 哦 哦 哦 当时他可是和楚天瑶在一起的 难道是楚天瑶杀了他 行了 行了 你别纠结了 反正 他已经死了 也不可能告诉我们 达山传越藏在哪儿了 啊 也是 就是一汉奸 死了活该 可是我总觉得 这件事情不简单 如果我的推断成立的话 凶手为什么要杀死宋子清呢 对我来说这具尸体已经没有任何价值了 走吧 我请你吃饭 行 正好我饿了 谁请你吃饭呢 我不去了 我还得回去这儿看阿瑶呢 那咱俩吃什么 你吃吧 别怕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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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 哥 枕 啊 啊 救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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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想到这范灵草经过三次毒瘾 变得这么厉害 刚才我要是控制不住范灵草 你我性命都难保 还是会在 πω πρέπει πήρ πeyρ π wealthy παιρ πήρ π règρ